因為我們和特別的地方不同 我們做三、四十年 差不多四十年的廟 我們從原料的體生和原料的商品都很親切 我们沙加竹炭 然后再加一些银签 这个可以做到机能 然后这些沙它的吸水 可以做到13% 所以穿起来脚底干又保温保暖 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填花 然后再创造比较新的产品 给这个消费者穿起来健康又舒服 我们销售的产品 基本上我们是以抗菌机能袜为主 因为我们做的产品 全部就是跟外面有区隔 就是我们做的是机能系列的商品 像我们有做高尔夫球袜 然后还有篮球袜 然后还有那个登山袜 然后我们在登山袜跟高尔夫球袜方面 我们在脚底都有做特殊的设计 就是比较柔软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脚头的方面 我们百分之抗菌袜以类的产品 百分之九十 我们都是采用手工对幕 对那手工对幕在台湾生产袜子的工业 他们已经不去做这个特别的工 这个手艺 然后我们董事长还是保留传统 他还是把手工对幕 因为他手工对幕缝起来 他不会有凹凸感 穿在脚底非常的舒适 然后我们就采用手工去缝 然后保留这个传统 然后把我们的袜子的那个好品质 继续传承下去 外面可能他的竹炭 可能都是做局部竹炭 或者是局部营仙 那我们的竹炭呢 是采用整双的竹炭 然后外面的竹炭都是采用局部脚头跟脚底而已 那我们是采用整双的 对 这是跟外面的成分类比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台湾首创的袜子娃娃DIY教室 对 那是谁来就可以直接 对我们随时来都可以随时 就可以用袜子把它变成可爱的娃娃 是走高速公路的话 就走76号东西向快速道路 然后往社头的方向 我们在社头几次学校附近而已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